他應該是沒有發燒 但是有一些咳嗽的症狀 他有拉肚子 他就說因為喝牛奶的關係 美國搭機返台這一個案子 就是說有民眾 有一個婦人 他好像有症狀 然後呢 想瞭解一下說 因為他好像他老公是確診的 那想請問是按幾例 然後大概是幾號入境的 那他在上機的時候 這位婦人 他上機之前是否有主動通知 那機關署 這邊是什麼時候 掌握到有密切接觸者的 一個情況 那另外就是說 如果說航空公司說 當他們接到訊息的時候 已經快要降落了 那是來不及 安排座位 那未來 如果像有遇到這樣的情況 那會怎麼樣 建議處理嗎 好像是按384是 是按384的 夫妻 然後他那個是 我們大概接到這樣子 疫調有這樣的 情況 那我們也會把他 馬上開居家隔離單 那也會去航空公司住宅 那不過因為住宅的時候 他大概已經上飛機了 那不過知道是下飛機的時候 並沒有相關的 症狀 但因為是居家隔離者 所以我們也馬上就是把他 送宴 送檢 他不明不知道 他是確定病例的接觸者 他也是在 我們通知 就住宅的時候才知道的 那他下機有沒有跟別人隔開 他是最後下機的 所以他在飛機上有 除了口罩 有其他的防護措施嗎 因為他們現在都 因為人數比較少啦 所以坐的都比較鬆 那另外就是都有戴口罩 所以他是有 確定是有症狀的嗎 疑似症狀 他應該是沒有發燒 但是有一些咳嗽的症狀 他有拉肚子 他就說因為喝牛奶的關係 對